回來第四節 升旗易得道 我們最近說了很多經濟話題 似乎都相當之吸引 收視相當之不錯 提醒大家 記得也是那句 幫我們欣賞多些 YouTube漂亮的廣告 看到有廣告 幫我們按進去看看 這些廣告裡面的內容 這樣會對我們的幫助很大 我們現在初步 其實廣告的效益對我們來說很明顯 現在看到是很明顯 數字好了很多 希望大家各位網友繼續幫忙 因為有些網友說 盡量盡量看完我們的廣告 說不飛啊 有的有卡 但是 我想跟大家說 那些廣告其實你們看不完是最好的 但是 如果你們卡 裡面彈出來的那些 Banner 或者旁邊的那些廣告 是幫助最大的 所以 我鼓勵你們就看 只要看 就卡一下 一下兩下 看多一些廣告 要不要看網友的時間才行 不用的 那些廣告卡出來 你不看都可以的 總之你卡它 它會自己彈個網頁出來 你按下去也不影響你收睇的節目 因為它也會在另一個 分頁那裏開出來 它會彈一個 一條連結出來 變成另一個網頁 現在最多就是講Bitcoin的廣告 最問是Bitcoin的 How to trade Bitcoin 又有外國人出來說 每次按下去都是Bitcoin 每次按下去都是Bitcoin的 所以Bitcoin是扔很多錢出來做廣告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 自從大家幫我們按廣告這十多天 我們的廣告收益增長是有 接近50%的增長 非常之好的 多謝大家的支持 接下來 我們有望 我們的廣告收益可以翻一翻 傳來各位廣大的聽眾幫忙 今天 其實 要說股票一定 不說不行的 因為我們星期一錄音 星期二出街 我都說盡量配合星期二出街 因為我們已經感覺到市場不太行 當然 我絕對估不到 美股會跌千多點 但是我是感覺到市場要跌 為什麼會感覺到市場要跌呢 其實是這麼多年來 由90年代開始的經驗 因為每逢香港的農曆新年那三日假期 星期六日 有四五日長假期 最少也有三日 在香港公眾假期 在香港沒有市 而紐約有市 最多 就是在那邊玩東西 趁著你放假 那邊就沽 扔你的市 然後一開始就變大黑盤 或者大紅盤 隨便做一邊的 為什麼 我一直提醒網友 不要買東西 這些時間會跌的 有個網友 早幾年他問我 我不要買樓 就買樓吧 總之你有能力就要買 他最近就問我股票 多cashe 本身有cashe 所以有時駕駛是重要的 如果你手頭比較緊一點 勉強上車 駕駛不到cashe 在關鍵時候 可能要入貨的 變成沒有機會了 變成沒有機會了 變成有時有很多那些蠢東西 就撿不到 那麼他當時 我 根據以往的經驗 其實不是每年都會適用的 因為今年 發生一個 其實 莊家是在部署 一個大牛市 我去年其實8月份 跟大家說過股市會上30,000點 當時股票是25,000、26,000的 26,000點未到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市有很長時間的 是會 一直升 一定是 我當時 在8月份的 預測 是會看到30,700點 那麼當然 2017年是看不到 但是看到30,300多 這個是2017年的高位 到了2018年是33,000多 那麼當時為甚麼會有這個預測呢 就是 我看外面 坊間很少散戶去參與這個股市 大部分的散戶 我們以前認識的散戶 全部都投了 真的都投了 因為其實市都淡靜了很久 2015年那次輸了很多錢 港股大時代 曾經一度衝到接近27,000多 28,000 跌回到20,000點以下 殺了幾千點死了很多人 幾千點散戶沒有戰鬥力 以及熔斷機制 大陸熔斷 推倒了香港 所以 其實是2015年是輸死了很多散戶 為什麼那些房子會升得那麼厲害呢 是那些人 股票不敢玩 全部都買了 什麼都不想了 不要再跟我說股票 所以呢 股市 為什麼 去年8月 跟大家說 升幾千點 是因為 我們所有 我們不是說 我們認識的人是代表全香港的散戶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 人家 不會留意的蛛絲馬跡 就是 除了散戶之外 因為我們也有些朋友是做證券行的 基本上本地證券行是沒得做的 根本的散戶就沒有人買的 這個也是主要的 數據來源之一 因為我們有朋友在開證券行 我們知道而已 中型、小型 我們都認識朋友 是這麼做的 我們也曾經 計劃收購一些證券行 我們知道 掌握到這邊 很多是 不夠生意做的 變成要賣盤 很多證券行不可以靠做證券 買賣 一定要做其他服務 現在本地的證券行 基本上他們完全沒有競爭力 第一 你鬥不過要財 是最便宜的 如果純粹 跟碑鶴集團一起 做一些法新股 背售 大部分都沒有這些生意做的 因為這些人不會找街外人 一定會找自己人做的 很多行李就不是做這些 做其他某類工作 那些行李 他本身已經埋了班 即是你外面沒有生意的行李就永遠沒有生意的 所以只能夠賣盤 我們去年也說收了很多這些 做的經營者都經營了幾十年 都說要賣 連整盤生意賣是不做的 老闆退休 又沒有生意 又不賺錢 開證券行是不賺錢的 變成我們有這方面的數據 我們已經知道 外面的散戶餐程度 是低到不得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 整個 股市 由大戶控制了 因為 開了港股通 但是 大陸下來的錢 其實 大部分的港股 都是由大戶買回 這次這個勢 要炒上去 我最新的預測是會上4萬點 但是未必是賣給香港人 因為 這次還多了大陸人 所以 我們現在變成大戶的客群 去了大陸 目標去了大陸客 就不再是你香港人了 因為你這些香港人學得太聰明了 香港人太聰明了 賺不到香港人錢 就賺大陸人錢 但是 大戶又進入不到A股市場 只能在港股上無高 不再低 我為什麼會告訴 我 有個網友 P.M. 我的時候 470多元 問騰手有沒有買 我起碼要跌50元 不然 差不多跌了50元 跌了60多元 最低 跌了401元 現在 420多元 沒有410多元 現在多多幾元 今天下午看 就420多元 現在我沒有看到 所以我當時跟他們說 我當時還要跌到31000多元 我起碼要跌到31000多元 才可以考慮 如果沒有31000多元 就不要想 用股票術語來說 現在香港的市場 就是那群莊家收了貨 收乾了 沒什麼街客 有街客 因為香港以前的 散戶參與程度很高 現在 我估計不超過兩成 真正的散戶參與 是佔過大市 不到兩成 而且他們 當然香港很多有錢人 很多有錢的人 也有很多有閒錢的人 我都告訴你 以前的客人 他們 買物業可以買5億 買3億 2億 但是買股票 每一隻都不能買多 買一萬股新鴻基 看到便宜就買一萬股恆生 始終買不到多 不敢買 他們說兩億買到恆生 哪有夠膽 連恆生也不敢買兩億 但是買一隻鋪就夠膽買兩億 所以 你從這群人的 心態看得出 香港人 已經很少人 夠膽大手買港股 所以 散戶的參與程度那麼低 市是純粹有大戶造上來的 所以 為什麼 沈大師每一次分析得錯呢 因為他的思維停留在90年代 完全不是新思維來的 為什麼 他自己在證券行做的 為什麼他看不到呢 看你一間證券行 看不到分別 我們看幾十間證券行 那就知道了 不是說我們 控制幾十間證券行 因為證券行不夠生意做 基於這一點去判斷散戶參與程度 是低得不得了的 所以市 這樣升法 一定是大戶完全控制大市 那麼完全控制大市會做什麼呢 我們要分析大戶的心理 因為你炒股票 你不能夠再用散戶的心態去分析 你一定要想大戶怎麼想你的散戶 假設你自己開裝 要怎麼做 市 是可以被人玩的 那麼他會怎麼玩呢 沒錯 所以呢 每逢我去年 為甚麼九月尾的時候 叫大家和大家說 接下來有個大星市 我和大家說三天升一千點 大家都說我傻 結果 十月回來 那三天就升足一千點 其實兩天就是 一天升七百 三百 兩天就是一千點 為甚麼我敢這麼說 因為當時 那些人就是 拚你不夠膽過長假期 大家有沒有發覺 每逢假期回來都大升 聖誕節回來就開始升到 然後連續十幾天 港股又 二萬九升到三萬三 這四千點就是由長假期之後升上來的 每一次長假期 其實就是心理遊戲 大會擺明嚇你 你敢不敢拿貨 因為那幾天可以發生很多事 因為以前香港人 從來長假期不拿貨 因為拿貨有機會很慘痛的回憶 怕你九一一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所以美國可以搞這種事 我可以跟大家說 在美國沽空 訂千幾點下來 跟香港拿上去 港股炒過一萬點 是同一班大鱷 不會有別的 不外乎高盛 不外乎大摩 不外乎 J.P.Morgan 即是再加你UBS 再加你得意志 再加你發興發巴 是這班大鱷操縱了 全世界都是這班人控制 都是這班人控制的 股市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們在美國做的事是影響香港 反過來 又是在香港做的事是影響美國的 因為 他們要供你A股市 供不到嘛 就在香港搞你 是不是 還有 香港 股市那麼亢奮 怎麼打謝你 就沽美股 美股反正雷昭了那麼多升幅 反正賺了那麼多錢 一鋪就扔殘你 沒錯啦 扔你一鋪 現在的人已經成為京工資料 夠膽嗎 我夠膽說 我一直都說 市會跌到年29 為什麼年29 年30萬 大家都不會出來做交易 不需要嚇你 因為 大家都回家了 不會出來做交易 所以 年29去買股票 我覺得 是會賣到相對低位 還有安全 為什麼呢 你現在買要怕幾天 你連29買也不用怕那麼多天 所以這個是包括心理 買股票 有一點很重要 你買好也可能要輸錢 因為在你 吃虎之前 在市場上升之前 可能你被人嚇了出來 是不是 經常散戶 的問題 很容易嚇一嚇 因為我看 因為我看昨天 的低位 即是說星期三的低位 去到 現貨 30210 差一點點 還有30200隻牛 即是30210點以上的牛證 是500隻打了一把 我覺得其實這個已經是接近低位了 我想買的 其實跟低位不是差很遠的 不過有一個問題 買了之後要怕四五天 今天你猜不猜 明天猜不猜 你可不可以搜到這兩天你已經吃虹風散了 然後還有星期六天 星期五美股 你猜明天晚上會玩東西呢 大戶最主要就是做你的牛熊證 還有美股 從來 不用看 盤錢 美股只是看半個小時 就是三點半至四點 每一次玩東西都在這半個小時 這次跌一千多點就在這半個小時內做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那天做節目 美股只是跌八零二百點 還一度倒升 一度跌三四十點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錄音的時候 完全感覺不到 一點感覺都沒有 到了我們回家睡覺了 翌日睡醒 跌一千一百多人 杜瓊斯指數從來沒有試過跌過千點 之前最厲害的好像都沒有 試過跌過千點 好像沒有 我印象中沒有試過跌那麼多 這次跌一千一百多人 因為基數大了 這次只是4點多人 不夠5% 之前試過跌六個多人 因為那時候是萬多點 因為 接下來我可以跟大家說 接下來的上落是會越來越大的 而且 是 絕對牛市未結束 因為 這次 有個網友貼了一張圖 恆子 是破腳穿頭 什麼是破腳穿頭呢 兩天的走勢 一個短一個長 兩支大陰燭 但是第二天的陰燭是長 比第一天的長 破腳穿頭 破了下跌的腳 穿了上面的頭 這個形態 在 股票的形態是一個很惡劣的形態 幾乎是等同股災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陰陽足理論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張圖是大戶畫出來的 現在所有的技術位 所有 20天線 50天線 全部是大戶精心的畫出來的 因為 由85%是大戶操縱的 每一張圖 都是大戶量出來的 是怎麼算計你的散戶 因為你會看大戶也會看的 難道憑一張圖你可以判斷星史嗎 不可以 你不能夠100%相信那張圖 因為那張圖 是由大戶所繪製的 一向都說大戶要畫一張圖不是很難 他要推動行止不是很難 他狂攻幾天藍籌 因為那幾隻東西都在他們手上嘛 他們要推動什麼呀 還有 他們 是可以同時做事 只要買了現貨期間就自然升 他兩邊賺你 到了要沽你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沽你旗子 你就去接啦 然後他再扔現貨 你接了他的貨 接著他再扔 兩邊一起扔 你接也接不住 那麼他便的事物就掉下來 他就等你斬倉了 你斬他就接你了 這個是一個心理遊戲來的 他在明 你在明 他在暗 是不是 所以呢 這次 我們有聽我們節目的人 其實有很多網友都說了 幸好我們 上星期二 不是今星期二 已經跟大家說 股市有些 不是很討厭 要大家沽貨 或者 如果想賣就不要買東西 會有一個似乎的跌幅 當時我節目就沒有講三萬日 當時我也 沒有想到 去九六郊那麼長遠 只是覺得不是很對勞 長假期才要坐下來 但是坐多少呢 也不敢說 估計得太多了 因為始終是大升市 很難猜到那麼準確點數 一定猜不到那麼準確的 但是這次 其實已經是 超出了 我那個 其實是超硬完成的 因為我估計可能是三萬一邊 或者三萬零八 三萬零七 誰知道這次 是退路下來三萬零二百點 還有機會破壞 為什麼這個位呢 其實我覺得接近底位的原因 就是上一個阻力位 就是這次的支持位 上一個阻力位就是三萬零三百五十多 這個是上一次的高位 就是上一次的浪頂來的 這次的浪頂就是上一次上到三萬零三百多之後 就坐到 二萬 八千 二百點 二萬八千一百多 是跌了二千二百點 左右 這次因為那個幅度大了 因為這次的基數到了三萬多 跌下來的幅度大了 就可能有機會 會碰住三萬零二 這些位 就是上一次的阻力 變成這次的支持 可能還要推低一點 可能甚至乎 三萬點穿埋 有這樣的可能性 過年前 過年前 我是看這幾天 為什麼一直跟人說 看到年二十九呢 因為年二十九那天就算買貴一點 你也不用被人嚇那麼多天 是不是 因為如果你昨天買了 星期四 星期五 下個禮拜有四天交易 你會被人嚇六天 你要吃六天 你有排怕 散戶 心理質素不是很好 所以 最安全是年二十九去買 你買了 起碼不用怕那麼多天 你做錯機會變小了 這是 連心理也算是在內的因素 所以我都說一直等 就算自己 年二十九可能貴過現在的買價 有機會的 但是你起碼不用被人嚇那麼多天 每晚要看著股票機睡覺 很辛苦 是不是 賣貴一點點 寧願 是不是這樣說 而且大戶要做 一定是禁止你去那一兩天 你自己覺得 心大心小 不如我也是 平倉算 看看你拿什麼 你拿正股 就可能 沒那麼緊張 你拿正股就麻煩了 你拿正股就麻煩了 不用說三字都紮死你了 看一看部機 你拿正股 你還可以慢慢等 是 是 即是 上一個浪 你$404買的騰訊 賺到$360 賺到$80 但也可以先坐著 都可以坐著 你也有手 做蟹仔 但是如果你買了卵 就要打靶了 卵和牛鴻正 就要打靶了 卵都可以不用打靶了 因為還未到期 你變得很便宜 但你不賣也有機會翻身 不用打靶了 但牛鴻正真的要打靶了 卵真的跌得很深 跌得九成九 如果市場上升 你會有機會爬上來 就是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 其實某程度上 卵是比牛鴻正好一點的 不過卵 比較穩困 因為他 每天 都會 隱身波幅 又會輸時間 值給他 坦白說 是每天抽水 如果用一個 簡單的說法就是 他每天抽你一次水 抽就抽乾你 升上來升不足 又賠不足給你 因為升也要抽水嘛 大戶想出來的賭具 現在用來賺錢 怎麼不給你 輸跌也要抽水 如果 你 跌下來再衝上去 你只是輸水 可能你輸了一半的升幅 你應該 可能賺五萬元的 可能只剩兩萬多 所以 如果你不是資金豐厚 或者你的心理質素極佳 你也不要玩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 只能用小錢去搏 真的不要想睡生 睡生是一樣會輸死的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講一下展望 好